舉辦委員會來慶祝竹北醫有協進會邁入第12年 持續地方長者的就醫 免費醫療服務專車累積接送10萬人次 竹北市長候選人郭漢章承諾將延續這份公益關懷 之前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停止沒有來辦 但是一樣如果帶疫情過去以後 漢章如果當選竹北市市長 還是一樣持續會來服務我們的老人家 在老人家救診 送上星光棒給小朋友 竹北關懷服務會為了讓成長的學童 都能有早餐吃也特別和店家合作 跟學校旁邊的早餐店簽約 那麼他們就可以直接來早餐店取餐 由我們市長候選郭漢章 從一開始到現在 就是每個月都由他來跟這個商家來做結算 都是郭漢章 以親子源會取代造勢 擔任竹北主秘的郭漢章投入選證 立興竹北市長 用公職經驗及公益服務 來獲得選民支持 記者何孟謙新竹報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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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